作为一个在旷野之息里 收集了所有雅哈哈 挑战了所有生命 全DLC 全地图 全收集 完成率100%的老流氓 还没有收到王国之类 怎么办 看这两本书 慰藉一下寂寞 关于塞尔达的两本书 我喜欢一个游戏 我不会收它所有的设定集 或者书等等的 我还是会挑一挑的 它的这两本书呢 是我又爱又恨的付出 但确实啊 这两本 平行上论我是要给满份的 首先这个30年的设定集 也就特别棒 因为我之后还玩了那个芝梦导 它不光是这些插画 就所有游戏的 基本上这些设定啊 人物的例会啊 什么的全都有 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特别快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看着就特别快乐 然后所有关于旷野之系的 就都在这里头了 大师之书 这里头就是它的设定 就是它所有的这个 就是怎么怎么怎么研习的 然后包括这个 咱们的阿弥宝 出来的这个狼 这里边的字就多了很多 你就能了解它的这个 全生金饰 就是它们怎么设计的 其实我还挺喜欢一概队 我觉得它那个刀特别好用 这是那个卓拉领地的 这个有啥罗友 这是王子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迷法的 它可能把那个司令节 放到别的地方了 我真的很喜欢 它这几个独的设计 这个是天天亲你的那个人 你知道收集所有雅哈哈之后 会给你什么吗 给你和黄金不大便便 反正这个就是设定的 超级全 超级爽 然后让你看的就是 整本这个游戏 所有东西全在里面 包括这个故事的 来源去脉 然后它也有写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特别特别喜欢 这个游戏的话 收这本书 是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从矿野窒息住的坑 然后就是整个觉得 塞尔达系列特别的棒 就想了解它很多其他的 我觉得目前这两个 就基本上就够了 然后如果说 你现在像我一样没收到 你又没有玩过直梦岛的话 那我建议你去玩玩直梦岛 还是挺好玩的